一个人都没有 耶稣说一个人都没有 罗马书讲人为什么不感恩 罗马书里面说人到底 为什么他们不感恩 为什么他们不感恩 明明知道上帝的创造 明明知道上帝的创造 不以他为上帝 来敬拜他 将他当作上帝 去敬拜他 不但不敬拜他 也不感谢他 也不感谢他 不感谢他 为什么这九个犹太人不感恩 为什么其他九个犹太人不感恩呢 第一个我不认识他 我不晓得他是这个造物主之臣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不知道谁是造物主 我这次认识他是造物主 我一定要认识他是造物主 我也不把他当成造物主来敬拜他 我也不会向他感恩 我也不会向他感恩 其实就是今天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其实这些就是今天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 我有办法 我可以解决问题 我有办法 我可以控制我的儿子 我可以控制我的儿子 我有办法 我要掌管我的女儿 我要掌管我的女儿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什么就是靠我的 什么就是靠我的 什么都是靠我自己 我不需要靠神的 我不需要靠神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中文翻得太好了 一切厚恩 这是第十二节 我们用什么来报答 要一切救恩 换句话说 上帝给我的 All the good He has done everything is good He has done many good 上帝对我们做了很多美事 那我请问你 我拿什么来报答他 那我请问大家 我用什么来报答他 那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当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那盼望我们 感恩也不是在一年一次 我盼望我们的感恩 不会是在每年只有一次的 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 我用什么来报答耶和华 向他所赐我的一切厚恩 向他所赐给我的一切厚恩 他对我这么样的好 他对我这么美好 把我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把我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我是改死的 我是应该死的 他替我定死 他救我出死亡 他医治我的病 他救我脱离死亡 他救我脱离死亡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我把耶稣基督救恩的杯 每个月一次的我们的圣传 我要把这个杯举起来 我要将耶稣的赐给你的杯 每一个月这个杯举起来 我要送药耶和华的名 我要中药耶和华的名 在耶和华的眼中 在耶和华的眼中 看圣灵之死 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人而死的人 看为可贵 宝贵 看圣灵之死 极为宝贵 看圣灵之死 圣灵属于神的人的死亡 是极为宝贵的一件事 耶和华的眼中 看圣灵之死 极为宝贵 上帝 上帝看 属于祂的人 属于祂的人 死亡 是极为宝贵的 没有一个人是草木 没有一个人说 我今天活明天就死 没有一个人说 我明天就死 上帝看你是一个宝贵 上帝 将我们当成一个宝贵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因为你也知道你是谁 因为你也知道你是谁 因为我说 我真是你的仆人 我真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仆人的孩子 我是你仆人的儿子 我是你仆人的儿子 你已经解开我的捆绑了 你解开我的捆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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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开我的罪了 罪不再捆绑了 罪不再捆绑了 那我要怎么改论 我要怎样去感恩呢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你今天带什么感谢 你今天带什么感谢 来到教会 来到这个教会呢 你来到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到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旧约要有 The Book of Numbers 民宿记 为什么要有民宿记 难道要算人吗 教会每一个人一个一个都算吗 民宿记的意思就是 人来到上帝的家里 上帝面前的时候 你要问一问你自己 民宿记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来到上帝的家里 我要问一下自己 第一 我一进到圣殿 我一进到圣殿 我是不是很小心的来到这里 我是不是很小心的来到这里呢 我是不是很小心的来到这里讲话 我是不是很小心的来到这里做事 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 这是一个圣灵的地方 这是一个圣灵的地方 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连这一封信 我把我的照片放进去 我都要跟尤彩讲说 Please handle carefully 把这个箱片放在信封里面 我都要很小心 我请问你来到上天的家里 民宿记这些百姓来到神的殿 来到会幕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小心 我请问大家 我们来到神的圣殿 是否要好小心 祭司一进到教会 还没有来到圣殿的时候 还没有入到圣殿的时候 他要洁净自己 要洗干净自己 也要把自己洗干净 我跟你讲 我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 头发绝对是干净 我跟你说 我没有一个礼拜来到你 我头发一定是干净的 我全身是洗澡的 我全身都是洗干净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没有资格释放神 我没有资格释放神 除非我洁净我自己 除非我洁净我自己 我不是外表的洁净 我不是外表的洁净 我要清楚我讲的每一句话 没有一句话是浪费的 没有一句话是浪费的 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要讲的 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要讲的 到底我们来到这里做什么事 到底我们来到这里做什么事 你带什么献祭 你带什么来来献祭 你手上带的是什么东西 你手上带的是什么东西 我要看一看这个传道人讲得好不好 我只是来看这个传道人 说得好些话大概五块钱 到底我们带什么来献祭 到底我们带什么来朝见神 到底我们带什么来朝见神 你所带的东西是我不要的 你带来的东西是你自己不要的 我剩下来的 我静下来的 我用不完不要 我用不着 我不要了 那我带来这里 我所带的是不是一个 一个花费我一生的 一个最好的礼物在这里 我所带来的 是不是我花费你一生的最好的礼物带来呢 这个才是民宿记 这个才是进到上帝的面前 这就是民宿记里面所说 是我们经拜上帝的那个事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我要在这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祂的著名的面前 以色列人民的面前 我要在祂众民族的面前 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 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当中 在耶路撒冷的城市里面 我要向耶和华还原 这个不是佛教 这些不是佛教的 当神捡选你的时候 当神捡选你的时候 神捡选我的时候 祂一定有一个目的 祂一定会有祂的目的 祂一定会赐给你一些属灵的恩赐 祂会给你一些能力 祂会赐给你一些能力 祂会拆开你一些到重要的地方去 祂会拆开你去一个重要的地方去 没有一个城市是你可以自己选的 我要住在这里 有一个城市 你可以自己选 你说我要住在哪里 所以神捡选你的时候 你得到这个恩赐以后 你怎么还愿 你怎么让这位造物主 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你的 我只不过是再重新放在你的面前 所以当你被上帝拣选之后 你要清楚如何自己去还愿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 上帝拣选我的时候 就给我一个目的 上帝拣选我之后 就给了我一个目的 今天我为什么要护照你 今天为什么我要护照你 你有一个责任 你有一个责任 你是耶稣基督的大使 你是耶稣基督的大使 你要把福音传给人 你要把福音传给人 而且人跟神和好的桥梁 这是耶稣基督 而且人与神和好的桥梁 人与神和好的桥梁 就是耶稣基督 你就是要传扬这个 你就是这个福音的大使 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责任就是人与神和好 你的责任就是人与神和好 人与人和好 人与人和好 你有什么能力 你有什么能力 你怎么预备你自己 你怎么预备你自己 你预备你自己 你怎么把上帝的话 communicate 你要把神的话 很清楚地传达出去 你要懂得一些skills skills in communication 你怎么样把神的话 不变的话 来传给今天汇变的世界 谁有这个能力 你要将神的话语 来传给这个汇变的世界 一个不变的真理 一个不变的真理 一个汇变的世界 一个会变的世界 那你怎么把上帝的真道 放在一个会改变的时代里面 你要知道 如何将神的真道 放在一个会改变的世界里面 那你站在中间 那当然你是在当中的了 如果你是传道人 你心里很痛苦 你怎么可能 谁给你这个力量 你怎么可以把上帝的话 放在会改变 会时代文化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 你会很痛苦的 你怎么将神的真道 传扬在一个会变的世界当中 那我也知道 我也会知道 神给你有一个恩赐的时候 你要让这个世界 这个教会 不是只是华人 我们的眼光实在太短浅了 所以 神赐给你一个恩赐 我们要知道 上帝给你的旨意 不是只是华人 我们要明白 你今天去看看 凡是上帝所祝福的教会 全部是世界各地的人种 你要知道 凡是给上帝祝福的教会 所以就是全世界各种族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背景 可以在一起敬拜神 都可以在一起敬拜神 谁去做 谁去做 你便要将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 你便要将所有不同的文化 集中在一起 这就是诗篇116篇 作者所说 这就是诗篇116篇 作者所说的 我要向义后还我的冤 我要向义后还我的冤 他拣选你 他简选你 他给你一个message 他给你一个信息 他塑造你 他要装备你 他要让你在这个人与人之间 还有这个教会与教会之间 他要合一 这个教会不是只是一个Chinese church 这个教会是一个Christian church 是一个United 一个Unity 是世界文化与原种族 都可以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 这个才是教会 你要使得这个教会成为人与人之间 无论是什么 所有的种族 都能够 这些就是神祝福的教会 那我要感谢什么 那我要感谢什么 我到底要感谢什么 我到底要感谢什么 我要称颂赞美神 我称颂什么 到底什么值得我称颂 我要称颂赞美神 到底有什么值得我称颂呢 第一个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是在我里面的 凡是在我里面的 我里面的东西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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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称颂祂的生命 也要称颂祂的生命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也要称颂耶和华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意味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意味 那祂到底给了我什么 到底祂给了我什么 到底祂帮助了我什么 到底祂帮助了我什么 到底祂用什么样的好处 在我的身上 到底祂用了什么好处 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要感恩 为什么要感恩 祂赦免我的一切罪孽 祂赦免我一切罪孽 祂医治我的一切疾病 祂救赎我的生命脱离死亡 祂救赎我的生命脱离死亡 祂以仁爱和慈悲作为我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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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每天给我有美好的食物 祂每天会赐给我美好的食物 不管是食物 不管是food 或者是food 都是好的美物 祂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 祂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 我最喜欢的就是后面一句 因为我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越想活久一点 我太爱这个世界了 我太喜欢这个世界了 我要留在这里 我太喜欢这个世界 我要留在这个世界 我不想要离开 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你跟我儿子讲说 我要看我的后代 他每次跟我讲 你还要等很久了 他每次跟我讲 他每次跟我讲 我说你还要等很久了 那我怎么可能 年纪大的时候 我可以如意烦恼还童 怎么可能 我年纪大了 我怎样可以能够 如意烦恼还童呢 我后来想到一个 好了 我想到一样 因为耶利米曾经讲了一句话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曾经里面讲过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哦 好喜欢这句话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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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章大概是第七节 到第九节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第七到第九节 第七到第九节 年纪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 你的叶子是不是还清啊 你的身体是不是还健康啊 你的树叶是枯黄的 还是长青 你的叶子是长青的 还有你可不可以结果子 还有你能不能结果子 我应该年纪大了 没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我们经历神 你跟随主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经历神 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 你年纪越大 你年纪越大 你越有活力 你越有活力 你晓得你还可以结果子 你还可以结生命的果子 你还可以生命的果子 你还可以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认识神 你还可以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来认识神 虽然在干旱无水之地 现在看起来 这个奥兰多士一天到晚太阳出来了 虽然在干旱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结果子 你亦可以结果子 你不用害怕 你不需要害怕 因为你的根不是在这个世界 你的根是在溪水的旁边 你的根是在上帝的话语 你的根是在上帝的话语 你仍然叶子长青 果子长存 你必定 叶子是长长青色 你的果子是永远长存 你的果子永远长存 最后一个 我带什么礼物来 我带什么礼物来呢 我这几天在想 到底这个教会十几年二十年 到底什么礼物带来的这个教会 我这几天 我时时地想 到底这个教会 十几二十年 到底带什么礼物来呢 我请求你 我肯靠你 当你在2015年的Thanksgiving Day的时候 当我们在2015年的感恩节里面 你带什么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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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盼望 这是我分享我自己的 然后你自己听一听 我盼望 这些是我自己所想的 但是你们自己思想 你们自己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到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你要带二百元来到这里 我只来两年 我只要带二十块 我来到这里只要两年 我就带二十元 那对我太便宜了 对我来说很便宜 对你太吃亏了 对你来说 你失去了管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相信 我相信 有的人是一年一百块再赶 有的人一年用一百元来感恩 你不用告诉我你在这个教会几年 你不需要告诉我你在这个教会有多少年 你自己回去想一想 我盼望 你是遵守十分之一奉献的人 你是一个遵守十一年的人 我也可能猜得到 有一些人在这个教会二十年 从来没有十分之一奉献 有些人在这个教会从来没有做到十一奉献 那我请求你不要偷窃上帝的东西 那我恳求你不要偷窃上帝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的 有一些东西不是属于你的 除非你自己试试看这位上帝 除非你自己要试探这位上帝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试试看 到底他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到底他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是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 如果你有遵守十一奉献 而且你不是不甘愿的 而且你不是不甘愿的 你是情愿的 你是情愿的 你还是欢喜乐意的 你是深欢乐意的 你不是咬紧牙根的 你说这个是我的 你说这些是我的 这两百块怎么会给你呢 这两百块怎么会给你呢 你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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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位上帝 这位上帝 会不会上间下流地 把他的祝福倒在你的怀中 他会不会从上下流的 将他的福倒在你的怀中 你说我愿意 你说我愿意 那我看看 2025年的Sanx Givin 对你来说 那是你的一个信仰的turning point 是一个转捩点 我就希望 在2015年的感恩战 是我们的转捩点 只要你对上帝是诚实的 只要你对上帝是诚实的 主要你对象 你感恩的对象 是这一位招募主的话 只要你感恩的对象 是这位造物主的 你知道你要怎么样 回答上帝的话 你就知道你如何回答上帝的话 我只告诉你 两个小小的故事 到底你是谁 到底你是谁 到底我是谁 到底我是谁 这是我所看到的 大概是对现在的教会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突破 我在国内的网站上 我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 可能这个就是去年他们年轻人告诉我的 牧师你如果要去中国 你一定要懂得什么是WeChat 可能就是去年我去中国时 有一位年轻人跟我说 牧师你一定要知道 如何叫WeChat 国内有一个姐妹 她的名字叫神爱喜乐善良 神爱喜善 她的网名叫神爱喜善 有一位姐妹她在网上的名字叫神爱喜善 喜乐善良 喜乐善良 这个姐妹的名字 这位姐妹的名字 2012年 她看到这个WeChat 她看到这个WeChat 她说这个WeChat 可以传播福音的一个方法 她说这个WeChat 是一个很好的传播福音的方法 她回应上帝的呼召 她回应上帝的呼召 她不是传导人 她不是传导人 她没有念过神诀 她没有读过神学 她也不是拿了多少学位 她也不是很好学的人 她只是 把网络上那些 介绍圣经的一些见证 或者一些资料 她只是将在网络上所看到的 一些圣经的资料 她把它从她的这里 转发到她的朋友的WeChat上面 有的时候她很简单地写一下她的回应 对这篇文章的回应 你知道吗? 在短短的几年当中 她在中国已经有七万多个粉丝 现在跟着我的人 五十个人不到 对我来说 都不够五十个人 有人就 有人去讨论她 那你听听她的见证 你要听听她的见证 很多平信徒和我一样 很多平信徒和我一样 在教会里面是默默哄文 在教会里面是直直无名的 觉得自己不能够为主做一些事情 觉得自己不可以为主做什么事 可是 但是 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WeChat 这个网络 这个Internet的这个时代 当上帝把我们放在 这个WeChat的网络的时代 都是没有理由的 绝对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网络时代的传导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网络时代的传导人 也许你只是 传一条WeChat 或者你只是写一点点自己的感受 或者你写一点自己的见证 或者你写一点自己的见证 这些对你来说是十分微小的事 这些对你来说是十分微小的事 但是只要你按着圣灵感动去做的话 去发的话 去写的话 如果你是跟着圣灵的感动 去写而去做的话 不管有没有果效 不论有没有果效 你都是合上帝的心意 你都是合于上帝的心意 他下面讲得更好 他下面讲得更好 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圣灵说你们就得到能力 你们有power 上帝说 你们就可以能得到能力了 你可以在耶路撒冷 你可以到耶路撒冷 你可以到右大 你可以到北边的撒玛利亚 你可以到北边的撒玛利亚 你可以到整个世界的各地传讲 你可以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度传讲上帝的话 有没有可能福音传遍世界 有没有可能福音传遍世界 可以的 只要透过WeChat就可以了 各位特希子们 我以前不相信 现在我发现不得了 不管我在美国 在台湾 在中国 没有年轻人 没有一个人理我 全部低脱看他自己的手机 没有一个人理我 不管你在哪一个场所 不管你是谁 无论在美国 台湾 中国 没有一个人理我 只是低头看他的手机 但是他的这个WeChat一来 他马上看 在WeChat一出现的时候 他立即会看 这是一个机会 第二个 到底这个神爱喜善这个姐妹 到底是谁 我不认识 到底这个神爱喜善的 这个姐妹是谁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清楚 但是我很清楚 他照着上帝的感动去做 他是照着上帝的感动去做的 他清楚 Who am I 我到底是谁 他很清楚 他知道他是谁 我常常收到一些 年轻的弟兄姐妹给我E-mail的时候 他们都用一些英文 他说我现在是在My Virgin 我现在是在You Virgin V-E-R-S-R-Y 我现在是在You Virgin上面 我告诉你我现在读哪一节圣经 我告诉你我怎么读圣经 我都不晓得什么叫做You Virgin 尹二维 尹二维你告诉我一下 什么是You Virgin 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过 有多少人看过You Virgin 回去看一看 回去看 不得了 这不得了 你看这个为什么会有You Virgin V-E-R-S-R-Y 就是You Virgin 用中文翻译叫You Virgin 2008年 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教会 2018年 2008年 有一间教会 在短短的六年的时间 在短短的六年的时间 从2008年就发明那个You Virgin 从2008年发明这个You Virgin 这个You Virgin 是什么意思 You Virgin 是什么意思呢 把 八百多个不同圣经的版本 分译成六百多个不同国家的语言 全部在这个You Virgin上面 这个You Virgin 就是把 八百多种不同圣经的版本 八种不同版本的圣经 六百种不同世界语言的圣经 就是翻译成六百多种不同语言 不止如此 不单止如此 凡是把每一个对圣经上的解释章节 所有的一些解释章节 或者是有意的文章 全部在这个You Virgin上面 不单止如此 在圣经上每一段解释经文的解释 你知道他们才六年有多少人 他告诉你怎样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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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计划来读 按照计划来读 他帮你分析好了 他将你分析就好了 现在大概只有1.4万人 人家就说这个是谁发现的 到底这些是谁发现的 原来是一个牧师 原来是一位牧师 在哪里做牧师 在奥克拉奥马 在哪里做牧师呢 在奥克拉奥马 他教会有多少人 到底教会有多少人 当他开始做的时候 教会只有40个人 当他开始做的时候 教会有40个人 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有希望 我觉得我留在这里值得 四十个人开始 四十个人开始 你知道他们现在有多少弟兄姐妹吗 你知道他们有 等